蓝碳 蓝碳指的就是在海洋或是海岸生态系裡面 所儲存的碳儲量 那這個碳儲量當然就是 從大氣裡面把溫室氣體 其實主要就是二氧化碳 能夠吸附到海岸帶的生態系裡面 在近年來 藍碳已經被賦予了另外一種意義 那特別就是在碳權的意義上 藍碳可以被視為一種可交易的商品 那也就是說你在排放碳的時候 你有多少的許可 你要多少的減碳 那你可以從綠碳或藍碳裡面去尋求 可購買的這個碳排放權 台灣的藍碳資源主要來自於四個生態系 第一個生態系就是紅樹林 再來就是海草床以及濕地 最後一個就是珊瑚礁生態系 也具有相當高的碳的吸附能力 總體而言台灣在這四個生態系上面 相較於全世界有非常優越的 藍碳發展的潛力 藍碳所需要的人才 其實就是來自於它現在發展的瓶頸所在 那藍碳作為一個可交易的資產 怎麼樣去清楚地量化藍碳的量 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我們知道在海洋之中的藍碳量 會因為生態系的健康程度 會因為環境污染的程度 大氣跟海洋的影響 而在時間跟空間上有非常大的變動 怎麼樣去仔細地把這個變動的程度 以及它實際的量所能估計出來 所需要的就是靠著衛星搖測 跟實際上在海裡面做監測探測的技術 衛星搖測才有辦法去了解 每一個時間每一個空間 這些生態系的面積 以及它的各種健康程度 那透過監測才有辦法去理定 衛星搖測的準確性 所以怎麼樣能夠獲得這個工作的機會 當然就是從這個瓶頸所著手 同學們如果對於這個產業有興趣 第一個我們就必須對於氣候變遷 對於大氣之中二氧化碳的變化 保持敏銳跟關注 對於環境要保持著熱情 在硬實力上面 所謂的這個監測或者是搖測的技術 那都是跨越領域學科的一門技術 那其中需要的背景知識 就是包含了海洋物理學 然後希望知道說潮汐、海流 在台灣周邊的特徵 那要知道海洋生態系的變化 也要知道海洋物理化學跟生態 彼此之間是怎麼交互作用的 那這個部分就需要一個開放的行雄 去吸納各種不同領域的知識 來充實自己的知識的內涵